这里是太虚大师受戒的地方 也是元英大师元祭的地方 还是太虚大师和元英大师拜靶子的地方 又是日本朝宗中的主听 我们今天来宁波天童寺 天童寺始建于西晋 距今1700多年历史了 清朝末年 八指头驼 祭禅法师 中兴天童寺 当时祭禅法师应该是中国佛教界的领袖 太虚大师依祭禅法师受戒 八指头驼当时夸太虚大师有玄奘大师的资质 结果也确实如此 今天来天童寺 四株林 上面的正面 无极呛角上面 是月马 后面是狮子 龙飞 凤骨 门口的小店都还没开门 这边是七佛塔 在万公池的前面 这七座塔 真的都是古塔了 至少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 塔渡的中央都雕刻一阵佛像 这个水池 其实就是放生池 上面那也有 被称为是万公池 是因为耗费了上万个公池 也好安静 好舒服 这些古塔是不是很有感觉 上面很多的 你看都生了很多的苔藓了 丰香树 265年的树林 还有两个古碑 这里是另一方万公池 东南佛国万公池 这边也是七佛塔 样式又不一样了 这个塔身是藏式的喇嘛塔 富波式的 塔顶是汉式的建筑风格 中间这个塔 塔身有很多佛像 古老的寺院 毕竟有它的底蕴在 哇这个光打过来好美啊 老奶奶在喂鸽子鸭子 没看到鱼啊 天同禅寺 这是中国33,000多座寺院啊 看着佛教第一批重点寺院 一共是140多座 宁波有三座 天同寺 阿与王寺 和其他寺 我们现在来到了天王殿 两只狮狮 天同寺的边 来看一下 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边框 刘金 克隆文 黑字红底 并雕有菩萨金刚罗汉像 大度弥勒佛 四大天王像 非常的庄严 韦陀菩萨 这两棵是什么树 没有点蜡子的地方 这应该是香客的蜡烛 都放在这里 佛殿 就是天同寺的大雄宝殿 这应该是天同寺最古老的建筑了 是明代命运禅室重建的 但是后边肯定是凡修果 横三十佛 加世阿难两位尊者 左边彩绘立像是第四天 右边是大凡天 两侧是十八罗汉 后壁是海岛观音和五百罗汉 雕树群像 全部是木头和泥树 这个雕树群像很有特色 有长臂的 手很长的 还有大长腿 有躺着的坐着的 老的少的 各种形象 各种姿态的都有 主寺店供奉的 中间是达磨主寺 左边是六祖慧嫩 右边是白杖怀海大师 灾堂 哇 这个沐浴 这是我见到过最特别的一条沐浴 这里的灾堂叫英贡堂 里面供奉了一只弥勒菩萨像 这里是有一个传说故事的 把弥勒佛供在灾堂的这个元气 我在这里就不跟大家讲了 因为我实在是没得讲了 才会去讲传说 方丈的位置在这里 不知道现在寺院里的圣人 还在不在这里吃饭了 这是一座假山吧 上面有龙 佛塔 佛堪 佛堪里面有观音像 巨山法师 八指头颅 大师是中华佛教总会首任会长 文学上也有建树 是一位师生 尝堂了 游客之步 我们就不进去吧 旁边过后是佛州的大弟子 乔臣如的着想 乔臣如也是最初无比丘之一啊 这个构子干嘛用的 是一块骨杯吗 图书馆 这是可以写远的书籍 都是写经书啊 图书馆里也没人 法堂关着的 那边师傅们在诵经 密闭剧 就是达摩祖师面壁有年 影子都映入了墙壁 梅花都开了 好美啊 此时此刻我想迎试一首 冬日渐远梅花开 天同似礼念香来 顿青师兄今道词 梅花香里笑颜开 这边是罗汉堂 还怕这么多才见 罗汉诗客相悲 都试了 应珍悲客 上面都有提示 中间是观音堂 两边是十八罗汉 这边有两块古碑 敬服 这是顺之黄里提的字 太阳明山送孝中提字 影真亭 这里可以看到天同时的地韵 到处都是古碑客 切兰殿 中间供奉的是波斯逆王 这边是几孤鲁长子 右边是奇托太子 现在是九点十分 人开始躲起来了 这个寺院太友好了 狗狗也可以进来的 欣欣堂 我们去看一下 里面供奉的是牵手观音像 当年蔡旭大师和圆英法师 结拜蒙兄弟的地方 玉树楼 两位大师是在玉树楼里的观圣像前结拜的 两个和尚拜把子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场景 现在改着他用了 圆英大师之后任天同寺住持 大家熟悉的印顺法师 香港的绝光法师 都是依圆英法师受的戒 转坟和尚也曾在此参学多年 后来他把厦门南普陀寺 由子孙寺庙改为十方丛林 还有慧泉法师也在这参学三年 后来他设立了闽南佛学院 还有转道和尚也曾在这边参学 转道和尚后面去了南洋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红法 这边还有一个香鸡汤 这里对外开放的素菜 早餐五块 六点半到七点半 中餐十五 十一点到十二点半 晚餐十块 四点半到五点半 香客吃菜饭在这边吃 这是售票处 这边是大辽 就是厨房 天同寺很大 角角落落都要走到 但的话可能会漏掉一些殿堂 这边是玉佛殿 是一个在一个角落里 念佛是谁 嗯 左边是地藏殿 天同寺 应该是香客很多呀 他这个 有十几个洗手间我感觉 天佛亭 这座石碑上有一千针佛像吗 应该是玉佛的 人多起来咯